各位親愛的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由萬通國際投庫林中翔會您製作的 標股即興風 今天大盤在9點半的時候 最多跌了376點 我告訴我的客戶 我告訴我的客戶 我沒有辦法告訴所有的同志朋友 我說這裡就是最低點 結果收盤的時候只小跌134點 各位小跌134點 我們看一下大盤的K線 各位看清楚了 大盤從18000點跌到今天跌破17000點 是不是 老是很恐怖耶 跌了17000點 跌了1000點 跌1000點差不多啦 還在怕 將來漲停吧 你追都追不到 各位 那我們在今天怎麼樣做呢 4961的天譽 今天最低跌到268 268 我們小編都會了 老是 又是8 當然我有一些會員參加的他很敢買 他 270塊這邊 左右就買了 充到285 這邊286.5 把它充掉 好 我今天摳會員說275以下 憲增是不是255 對不對 差20塊而已耶 怎麼可能嘛 對不對 各位 好 我來跟你解釋一下 上一次從最高點348 跌了13天 是不是跌到260 收盤265.5 老師你都記得 我當然記得啊 因為我帶會員買的我就不記得 結果隔天漲停板 隔天漲停板 這一天是漲停板292 292的再一天攻319 319 不是阿扁那個槍擊 砰砰的事件嗎 319我特別記得 各位319 好 後來在這裡 又從308拉到316.5 又從316.5下來 好 注意到 這裡是不是有一根下影線 這裡是不是有一根下影線 欸 老師啊 照這樣來講喔 明天搞不好漲停板 現在要繳款了嘛 這一天 拉到漲停板是292 明天會不會 拉到漲停板 因為 如果今天275的漲停板 275加27 就是300 300塊以上 302.5 我認為要拉到302.5 或許 拎門一腳我不知道 但是明天 各位 一定漲 好不好 我先講好了啦 不要等一下明天漲了 你又說 老師你都馬後炮 馬後炮給你看啦 馬後炮 各位 明天漲停板的話 就越過今天的高點是297 297 對不對 好 各位 講到這裡 會員比較安心了 欸 明天如果對的話 像這一天做獻股當中 今天沒有叫你們做 明天可不可以做 老師籌碼算出來 你們就可以做了 不要怕 康小姐都會做 林先生在這裡 膽子比較小一點不敢做 報勞就可以了 清代的 我代你做 可不可以 好 各位 來我們看一下5471的鬆害 今天也是一樣 打下來拉上來 欸 你看喔 達到96塊喔 我們上一次在這裡 是不是跟你講 我們買在112 111 出在117 對不對 好 現在打下來了 你又不敢買了 對不對 我們賣掉 我們當然敢買回來 沒有賣我們當然不敢買啦 明天會不會衝上去 我告訴你喔 今天103嘛 明天漲停板113啦 大概 也高不了那麼多啦 不過 應該會漲 應該會漲 來 我們看一下6202的勝群 你看啊 打到多少 122 老師尾數22 收盤多少 130 130幾 136 各位 你不覺得這種線型很強嗎 這一根叫漲停板 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拉上去 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好今天收紅棒 他明天開高不要追喔 開高不要追 不要追 不要追 好 昨天晚上有沒有看我的 直播 我抱你一支名牌啊 6231 漲停板 不好意思 我昨天有告訴你 名牌喔 昨天晚上我如果直播沒有講 6231 細微 各位 今天的細微叫做漲停板 細微是什麼股票 IC設計 所以IC設計 我是不是專家 當然是專家嘛 對不對 好 各位今天有一支股票疊下來 頭信買很多的 叫做6175的利噸 今天開盤還有平板 盤上喔 衝下來 老師又中上去 好 那明天各位 你看一下頭信買很多 剛好恢復這個缺口 我告訴你他沒有漲完啦 明天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明天開盤就半支停板 就上去了啦 這個叫漲停嘛 對不對 各位 誒話要講在前面 不然漲停板都是騙人的 對不對 5351的預創 各位 我在這一天我告訴你說 隔天會漲停嘛 對不對 我在這一天告訴你隔天會漲停嘛 結果又兩根漲停嘛 整理整理之後又漲停又漲停嘛 再整理兩天又漲停又漲停嘛 我告訴你會大漲嘛 上漲又漲停嘛 欸老師 下來 還可不可以買 老師你這一支賺很多 我告訴你今天是不是大量 沒有 今天沒什麼大量 今天的跌停板被打開 各位 今天的跌停板被打開 各位 收盤還是跌停 那主力籌碼跑了沒有 各位 你要知道嘛 你不知道你要怎麼做 你來參加我的 你自己買 預創 你買在四十幾塊的怎麼辦 對不對 明天還會不會打 明天禮拜四耶 那我問你 明天會不會打 還是明天什麼點是買點 各位 你有沒有跟著我 我在這裡講得清清楚楚 好我們看一下大盤 大盤 各位來看一下我把它縮小一下 我把它縮小一下 好大盤 大盤在這裡是不是 跌到了 季線的位置 縮腳 對不對 跌到季線縮腳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這一天 同樣是這一天 同樣是這一天 我們看這一天 這一天是不是四九六一的天域 達到跌停板 沒有啦沒有跌停啦 今天也沒有跌停啦 結果隔天是不是漲停 對不對 它是不是整理第十三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對不對 十一十二十三 剛好第十三天你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三百四十八 這一天三百四十八回來 第十三天 也做一個小縮腳 對不對 結果隔天小量就漲停 再隔天大量創新高 三一九 對不對 好 收小紅 收黑黑K 今天又打下來 對不對 各位又打下來 那明天 會不會開高左高漲平板 好我們看一下這一天 這一天 這一天看一下大盤指數 看一下大盤指數 來各位看一下 大盤指數是不是這一天 對不對 隔天小漲一點點 天域漲停 大盤指數再漲 天域盤中拉到319 你看一下 大盤破滴 天域有沒有破滴 天域沒有破滴耶 沒有破滴耶 今天的低點沒有跌破那天的低點耶 對不對 我教你嘛 那明天 天域能不能做獻股當中 我告訴你明天的天域 開盤價必須 在280 在280 我講在前面 280 然後注意到喔 280 對不對 但是280 你還要喔 還要有一點喔 在9點半以前 不能跌破平板 你看 我告訴你 明天的天域就噴出去了 就 飛出去了 好不好 各位 我講話就這麼單純 這個是研究 股票 欸老師 今天天域收275耶 對不對 合理嘛 有的會員刮275還買不到 91張 275 好 各位 在這裡我要告訴你 明天天域會怎麼走 你一定要加入我的 好 各位 IC設計 潛力小漢將 各位 我在這裡代盡都會代出 我講的話清清楚楚 對不對 我買在同志 352塊 352 352 不是352 352啦 買在200塊 出在 280 很多投資朋友都在裡面問我 老師 你的 3552買回來沒有 沒有 看啦 多慘 但是今天有下影線 說實在啦 同志也不可能再跌到200塊 他如果跌到200塊 就破線破價了 那我們當初買在200塊 漲到280賣掉 對不對 他也不太可能跌到200塊 但是我們最近不要做他 因為他最好做的那一段 我們做完 聽懂了嗎 最好做的那一段做完 既然是做完了 我們在這裡就不會再想去做他 因為我們認為 IC設計比較好做 我再告訴你一支股票 8050的安股 今天 只有一個價錢 叫做跌停板 你賣都賣不掉 我有沒有公開告訴你我賣掉 對不對 我買在這裡 這一天賣掉 這一天掌停板跳空掌停沒賣 隔天賣掉 賣掉以後還有低點 後來我們在這一天買回來 這一天再加碼 這一天開盤三分鐘掌停板 這一天開盤掌停板 全部賣光光 然後我告訴你我賣掉的價錢之上 你不要去追 你不要去追 你去追各位 你去追一根跌停板 你賣都賣不掉 對不對 我們會員一直問 老師安國什麼時候可以買回來 我做安國還真的沒輸過 安國好像我養的一樣 老師你養小鬼 啊養小鬼 各位沒有啊 沒有養小鬼 我們只是看得懂而已 你看今天安國 今天總量1800多張 那個師兄如果沒有賣 師兄如果沒有賣 他買了60張 60張賺了100多萬 他如果沒有賣 今天就虚勒勒 你知道嗎 虚勒勒 虚勒勒 各位 所以股票要知道怎麼買 要知道怎麼賣 對不對 好 六五三一到艾普 今天收盤價六五零 那 注意到了 艾普今天剛好回到季線 這個跳空結果都補掉 昨天最高還到762塊 你不需要去追762塊 762塊我們是短線要調節的 對不對 好 今天六五零是買點 告訴你他會再賞 你看著就好 你看就好 你看就好好不好 所以各位股票市場 本來就是有漲有跌 對不對 4961 各位 打到260塊左右 你把股票全部賣光光 隔天拉到漲停板 你不是氣死的 對不對 再隔天又拉到319 你不是更氣 對不對 再隔天316.5 再隔天316.5 對不對 好今天又是下影線 那明天會不會漲停 各位 W1788標股極先鋒 我在這裡告訴你 好不好 股票市場就是這麼的好玩 就是這麼的好玩 好注意到了 今天大盤的現象 今天大盤有一個現象 大盤在這裡收了一根長長的下影線 這個點沒有比這個點還 這個點比這個點還低 那你要找的股票是這個點 比這個點高的股票 或是今天有長長下影線的股票 對不對 那明天大盤指紋 開始往上漲的時候 那你就知道了 今天還不錯 這個2615的萬海還拉到漲停板 我告訴手上有萬海的 我說你不要一次出光光 因為從330跌到200塊 真的跌得很低了 你慢慢出 各位 他今天反彈了對不對 反彈比較大的壓力還是在這裡 這麼不會過 你不要寄望 老師 我趕快去加碼 他再長到330 這個機會很小 那 反彈站在賣方 我講的話就是這麼明白 這麼直接 直接 各位 就是直接 好 那明天 IC設計股很有搞 我問你 我在直播的時候講6231 昨天晚上直播你拿來看 我也沒講6231的細文 好 那 我在直播的時候 我有講什麼 天譽 好 今天晚上直播你要注意看 因為明天天譽會不會漲停板很重要 你如果不會做你就抱著 你手上有你就抱著 你就跟那個抱嬰兒一樣有沒有 各位抱著就好了嘛 對不對 抱著又不會死 對不對 老師那我到300塊以上再賣 也可以啊 隨便你啦 各位你就抱著 那 在這裡 各位我跟你講的話 就是實在話 好 5351的預算 老師你今天真的沒出啊 沒出 老師你今天沒有買 沒有買 沒有買 就這麼簡單 沒出 沒買 各位 賺那麼多了 對不對 這裡告訴你要買的 你也不相信我 2526啊 一隻長大53塊7你才想買 這不對吧 你看到這裡有一根 這一根是大量 這一根叫吃貨量 這一根吃貨量 這一根吃貨量 這一根大量 我還有買 45塊還有買 隔天大漲 隔天漲停 回來 今天量沒有很大 所以 還好 還好 重點是明天啦 各位 今天已經過去了嘛 那你明天要不要跟著我 老師 上一次我在那裡 天玉啊 老師你在這一天啊 兩百六十幾塊跟我講可以買啊 我去買啦 隔天真的漲停板啊 再隔天衝高啊 319啊 好 重點是今天下影線跟這個一樣 我跟你講這個下影線大概五塊多 這個下影線大概 這個下影線是收六塊錢 這個下影線大概也是七塊錢 今天下影線是七塊 這個下影線大概六塊多 二五九點五碼 收二五五碼 六塊 六塊 這個下影線是多少 七塊 所以 這一根叫掌停 那明天會不會掌停板 各位 W1788標古及先鋒 IC設計潛力小漢獎 各位 還有一個陌生段 當著你一起來賺 W1788標古及先鋒 各位 明天會不會掌停板 我們當然期待 但是我們一定要看主力抽法 對不對 明天會不會掌停板 當著你跟我一起來 祝各位投資票小週末愉快 祝所有會員 今天心情放輕鬆 明天的掌停板才是你的 謝謝 至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其餘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